本期是宴会节礼包测评 兑换测评和兑换推荐 请看同时发的另一个视频 活动玩法也会单做一个视频 今年宴会节有两个新礼包 打开商店就能看到 隐式斗篷和背试道具光玉足球 都是14.99美元 人民币98块钱 首先是隐式斗篷 整体是白色毛茸茸的皮草 上面部分是很厚实的外翻衣领 侧面部分并不是袖子 只是看着像 实际上是不同毛皮的缝合处 背后的UI与另外两个宴会节斗篷一样 是雪花图标 这个斗篷的外观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斗篷的内衬是黑黄红三色 与雪怪先祖的腰部一致 展开来看 这个斗篷还是比较大的 属于中长款 但是与其他中长款斗篷不同 这个斗篷矮人穿还是挺爱的 而且矮人穿的时候 还会有种毛茸茸软乎乎的感觉 非常可爱 用魔法试着一下高鸽子 同样感觉非常不错 略微可爱 更多的是一种飘逸的感觉 然后是飞起来的样子 感觉还可以 然后是备式道具 光玉足球 外观是蓝底白色图纹 从上方看就能发现 这是雪花的图案 但可惜它并不是冲着身后 放下之后是两个球门 各自有三个橙色和青色的灯 两个门中间有一个球的虚影 虚影上有个图标 点击之后会落下来一个球 当把球踢进球门 上方的灯会爆掉一个 变成礼花 并且球会消失 中间会重新刷新一个 当球进三个之后 灯会全灭并且释放烟花 中间不会再出新球 会重新变成虚影 当球被踢到很远的地方 中间也会出现虚影 可以重新刷新新球 如果再被踢回来 中间的虚影会消失 这个道具 两个球门之间 是可以摆放非常远的距离的 大家可以在陈岛云野办公室楼顶等 开阔地玩这个道具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球是有重量的 会顺着斜坡滚下去 如果追求公平的话 建议在平地上玩 这个道具很适合朋友多的玩家购买 或者朋友圈中的一个人购买 毕竟不便宜 至于孤狼的话 然后是去年的反常礼包 购买地点是玉京雪屋架子上的雪景球 礼包有三个 冬足斗篷雪花头饰和雪景球 冬足斗篷9.99美元 人民币68 花纹和金边与白金斗篷类似 但下摆并不是毛碎与白金的感觉就不同了 后面的UI是杨惠节的独鼠雪花图标 内衬是红底金边 展开最后能发现它并不是很大 是一个很标志的中款斗篷 整体看着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斗篷矮人穿的话挺漂亮的 很可爱 白色和金色既纯洁又神圣 高个子的话也还行 但是太高的话会危险的有点短 然后是飞行 看着也还不错 这个斗篷的优势是 所有斗篷礼包中它是最便宜的 然后是雪花头饰 颜色是金色 整体很精致 但光于好看的头饰不少 这个大家看着办吧 也不算贵 一杯奶茶 最后是雪景球 9.99美元 人民币68 红色的礼物带 金色的忌绳 个人感觉很漂亮 放眼之后 那里是一个旋转的荧光雪花 拉远了能看到 雪景球四周有雪花飘落 范围跟星星灯差不多 属于氛围道具 比较适合风景党和 有过玩CP的玩家 然后是在之前的反常礼包 购买地点是 办公室楼顶大雪人旁边的仙祖 国服是鹿角和雪花斗篷 国际服多一个圣诞帽 首先是鹿角 14.99美元 人民币98 这个不用说了吧 可以说是人气最高的头饰了 搭什么都很好看 很少会有人买了它后悔的 可以说是强烈推荐的物品了 最后是雪花斗篷 14.99美元 人民币98 同样是知名度和人气都很高的物品 很厚 但是我感觉并不保暖 前面缝隙有点大 像是披了床被子 边缘是雪花状的锯齿 顶端掉着一颗雪球 大部分的评价是很漂亮 买不买还是要看你自己对它的审美 然后是矮人的效果 可以说宴会节的物品都是偏可爱风的 矮人穿着都挺好看 很可爱 但是高个子的话怎么说呢 更像是披了床被子了 画风有点不搭 而且显得有点短 最后是飞行 这个抖胖飞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宴会节的礼包非常多 抖胖应该是大家犹豫的点 我这里做个提醒 三款抖胖都是属于比较厚的类型 冬季以外穿的话 心理上可能会有很热的感觉 一定要考虑好这一点再做决定 另外记得给春酒活动 也就是1月10几号的活动 留出预算 还有魔法商船和办公室楼顶大雪人 可以领试穿魔法 买之前记得要试穿一下 然后本期就到这了 活动攻略稍等一下 兑换测评和兑换推荐 请看同事发的另一个视频 我是老庞 感谢观看 下个视频见